这个线条简单 线条咱们就用这个 画一个圆柱体 画一个管装体吧 管装体就好了 大概要这么宽吧 那我们这样的话呢 我们把这边设置为18 设置为12 12感觉不行 15 16 18去吧 然后呢我们这样的 转上层可编这边先选择写中一个面 然后呢我们反选全部删掉 只保留一个面 之后呢我们在这个面上面呢 去做一个四边形容格化 这边呢我们设置为6 8 然后呢我们这边去做一个圆柱体 圆柱体大概这么处就够了 OK 然后呢这个边数呢我们设置为4吧 6吧 设置为6 然后总化成可编辑多边形 OK 然后我们把底面呢全部给它关掉 删了 把底面删掉 高度提高一点 大概这么高吧 好 之后呢我们用这个东西呢 我们减复合对象 散布 散布在我们这个上面来 所有零点 好 之后呢我们有了这个东西 之后呢我们把它的原物体 先给它隐藏起来 之后呢我们再去调整 它的一个比例值比例值稍微调调一点点 这样吧我们把它全部关了吧 我们调一下Z轴的一个强强强度啊 整点这种高高低不一的 然后呢这边给到5和5 就可以了 就要这样就OK了 别的应该是没有了 就就就就这样 然后我们把高度呢 我们再调稍微夸张一点点 好 给它转换成可别拥多边形 好 那我们现在的话呢 就需要去选择一些元素 简单的调一下它的一个 这种边缘的一个融合度啊 好 就就就就就这样就可以了 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地方的 轴啊 去做一个对齐 影响轴打开 save的加A键 对齐到我们中间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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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上面来 好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用工具 阵列 沿着我们的Z轴应该是吧 沿着我们的Z轴 旋转 旋转360度 然后呢平均分布18个 预览一下 我看一下 我现在的话呢是18个 17个是什么样子的 17个应该就够了 16 16 15 就用17个就好了 确定一下 好 把这些线条呢我们再去做一下 附加 把这些东西呢我们全部附加在一起 OK 现在的话呢 它的整体的高低程度呢 实际上还是有点统一的啊 所以说我们可以沿着我们的Z轴 或者是这样的吧 我们直接用赵波去做吧 赵波我们沿着我们的Z轴 调整一下它的一个强度 就是这样 然后呢我们把它的强度调个提高 OK 然后点开我们的Gaze 收放一下 然后这样的话就是有高低的这种感觉的话 就会更加强烈一点 对吧 当然了我们也可以直接去用缩放给它去提高 也行都可以啊 直接我们这样的去提高一下 然后给它放在这个位置上 OK 感觉它的 是不是有点粗了 我们把这个选择中我们的元素吧 然后呢 利用选择走点中心 收放一下 稍微让它细一点点 好 好 接下来的话呢就比较简单了 把这两个东西呢 我们再往上复制一层出来 这样的 然后呢 把这个东西呢 我们再往上去复制一层 但是这个的复制的话呢 我觉得 我的想法是想给它去做一个切角的 切完脚以后可能会更好看一点 OK 那么到了我们的这个顶部的时候呢 我们其实会发现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我做的这个东西有点短了 对吧 它这个地方伸出来是比较长的 大概需要这么高 对吧 那我们怎么去解决它呢 我们去添加一个对称面里就可以了 沿着我们的Z轴 只要是把这个边缘呢 去对齐就好了 这样的 够吗 应该够了吧 好像 够了 如果觉得还不够 我们还能再去添加一次对称面里 沿着我们的Z轴 这样的话就可以了 对吧 然后我们刚才做的那个管装体 管装体没了是吧 那我们一重重来一个吧 我们把半斤一和半斤二呢 去调换一下吧 这样的 把这个半斤一再降低一点点 把高度宽荡关掉 把高度提高 做完整可 编辑对边形 双击双击 然后呢我们点 切角 切角比较0.05 然后呢 编数比较2 点确定 然后呢 我做温轮平滑 过温轮平滑开到第二集 这一段感觉有一点点矮了吧 我刚才提一提 然后呢 把上面这一段呢 整个再往高提一提一点点 然后又是最后一段了吧 最后一段是什么呀 我看 我放大看一下啊 一堆的线条 对吧 一堆的线条 是这样的 我们画一根线 画一根圆柱体吧 还是以圆柱体为准吧 这里边有几根 五六根 六根吧 这样吧 OK 这边呢 我们现在整一根圆柱体 好 大概就这样 好 这个分段数呢 我们给到18 然后呢 端面分段呢 这么多 够了 应该是足够用 OK 然后呢 我们给它去 添加高度分段 把高度提高 大概需要 这么高应该够用了 好 转换成可编 这边行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把这个面呢 单独分离出来 客戳到对象 然后呢 我们从上面呢 再来一根圆柱体 我们放到这个 这个地方 大概这么出 应该就够了 高度分段关掉 高度分段给到 给上 端面分段关掉 高度分段呢 给到七八个 七八条边就够了 然后呢 把我们这个东西呢 再去做散布 这样的散布 好像不太对的样子 因为它内部的 就不对了 咱们先给它 测试一下 转向成可编 别人都多边形啊 我们把 我们把中间这些东西呢 先都给它删掉吧 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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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删了它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东西呢 我们去做一个 复合对象 然后我们做散布 散布 分布对象 等到这个地方 然后呢 我们给它改到 所有的 面中心 这样吧 对吧 我可以把它在这个地方 聚中 聚中回来 好 给它塞在里面 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把下面的这个边呢 给它稍微去做一个切角 切角量呢 我们给它设置成一个 稍微大一点的吧 0.02 然后0.02切完以后呢 我们再次去切一个0.05 0.05 0.01 0.01 然后呢 我们再来做一个温轮平环 然后呢 我们把里边的这些线条呢 咱们就是 转换成可边对边 行 随便复制一下就可以了 克隆到对象吧 然后呢 用这一个对象呢 我们去做一个 复制就好了 只要这个地方呢 只要是给里边去做一个做铺满就好了 这边咱们大概铺一下就好了 因为这个地方应该是够了 就有这么多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现在呢 需要做的是 把我们顶部的这些东西呢 去做一下附加 OK 附加完完事之后呢 我们去再去做一个扭曲 稍微让它弯一点点就可以了 OK 然后呢 我们再次去转换成可边对边行 OK 全部取消隐藏 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东西和我们的 这地方是不用做扭曲 应该是不用转 看差了 就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全部取消隐藏以后呢 咱们做一个颜色的一个分色吧 呃 这地方其实就是一个不锈钢吧 这个材质呢 我们把反射给到1 把这个折射反射强度的给到50 把这个光组度呢 降到0.6 OK 我们赋予给它 然后呢 我们再用元素 OK 然后呢 再去赋予它里边的一个材质 里边材质的话呢 我们就用那种黄虫材质吧 OK 颜色 然后呢 然后呢 这个呢 比到1.6 然后呢 反射出来的颜色呢 比点金黄色 然后呢 光组度呢 比到0.8 好 赋予我们中间的这个黄色就可以了 好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做顶面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呢 我们去做上 一根 两根 三根 四根 好 重要七根吧 OK 然后呢 我们把它的高低呢 也调一下 高低呢 简单的去做一个调整就好了 OK 然后呢 做完这个东西以后呢 我们再次去做附加就好了 然后附加完事之后呢 我们再去用扭曲扭一下 我忽然发现它好像是有间距的是吧 我把这个间距我快调一调 这样这样一这样吧 都无所谓了 然后呢 我们从这个地方呢 去加一个扭曲 OK 然后呢 扭曲拍一下 但是它好像扭的没有这么夸张啊 好 那我们再再调一下 我们把这个走点呢 先做居中 居中完了以后呢 稍微做一点点的偏移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再去做扭曲 这个扭曲的话应该是可以的啊 其实在往上做的话呢 套路是一样的了啊 我这边就这样吧 就不往上再往上做了 再往上做的话呢 其实就是我们再画一根线吧 有人要语音连满 我们做一个平滑点 那么我们这根线呢 要放在一个我们正面看不到的地方 我们看前面是这里 那我们就放到这个这里吧 给它藏起来就好了 然后呢 那我们点右键转下层可别一个别形 删掉 OK 然后选择这个面 右键做一下插入 OK 右键 然后再做一下挤出 这个地方有点小了 可以再细一点点 好 这个位置呢 我们再去加上一根线 稍微弯一点 再去做一个切个角 大一点 把顶面这个面呢 我们做一下插入 然后呢 这个边呢 做一个切角 这地方应该要到0.001了吧 0.003 这个边和这个边呢 0.003 然后呢 我们这个底面呢 删掉 不要 好 我能平滑一加 好 整体的话呢 我们最后再说 整体的话 它有一点点这种弯曲的一个小感觉 就可以了 咱们整一下啊 这样就可以了 我把这个文件还存一下吧 我把这个文件还存一下吧 光线 好 然后我们把这个东西呢 稍微加一点点弯曲 然后呢 打一个堵就不用打了 这一块出来吧 做一个备份吧 我感觉我下面做的有点粗 这个东西倒是可以随时调 那模型呢 咱们就说完了 接下来咱们就开始给它搞渲染这一块的内容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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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